我看你这么难过 我也不好受 如果 如果你杀了我 可以让你忘记复仇 我愿意 我愿意把你所有的心愿 统统替你达成 这是我最后能替你做的事 我最后能替你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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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简单的人 也许这个方法 能化解这个仇恨 傻瓜 你放心 你放心 不会跑太远的 我就怕像上次一样 他要冲出邪恶里 你放心吧 我想他大概是想找个地方 冷静一下 不会有事的 我去找他 不要乱动 伤口会痛的 这样吧 双双的事呢 就抱在他的身上 待会我帮公主医治的时候 还有你当我们的护法呢 休息一下吧 放心啦 姐 怎么样 还没找到 那东维呢 他所在邪恶零另外一个入口 怕双双再闯进炸气内 真是的 外面的人都快闯进来了 还在那边找麻烦 算了 双双现在正在迷茫之中 又怪不得他 我也不是怪他 只是很急而已嘛 这样吧 我跟你呢 就准备依公主的事 麻烦你跟东维再去找找开 好 来吧 帮主 我们的八百五十人 已在前院预备好了 可以出发 好 出发 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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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得人来了 参见门主 我还以为你们已经把明月抓住了 受下之罪 住口 这个迟一些再说 走吧 门主 在下 巨金帮帮主 司徒巨 院帅 帮助众人 投效天门 我帮人数众多 势力遍布长江流域 只要门主一声令下 这长江一带 便是天门囊中之物啊 巨金帮果然有本事啊 多谢门主夸奖 只是本事是使出来的 不是用说的 大家出发 要为门主立一大功 好 没硬的家伙 留在世上也是枉人 都杀了 我看 天上的燕正往南飞 你们可知为什么 燕鸟在秋分之后 就会去南方过冬 那是因为 他们有他们要做的事 如果做不好的话 那就只有死 禀门主 一楼内八百五十八人 无人生还 走吧 是 快点 快点 我准备你 走吧 捡好了 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吗 要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开始治疗 小悠找到地方了没有 她刚回来说 后面有个山洞很隐秘 好 这次的治疗非常危险 万一有什么闪失 公主就性命难保 放心吧 我跟小悠会当你的护法 你的伤怎么样了 还行 您放心 好 我们出发 可是双双还没有回来 没办法 没时间了 你跟双双经历了那么多 一定会有好结果 不会就这么结束的 知道吗 那我们走吧 好 你怎么来了 叶门门主 扎进来了 没关系 你没关系 你没关系 门主 手下已经四处搜寻 报应办里内 并无明月小鱼无忌的人踪影 禀告门主 属下发现杜晓晓被困小厨内 属下无能 被小鱼他们发现身份 失守被擒 未能达成任务 请门主降罪 以你的功夫才能 竟然还会失守 还真奇怪啊 都怪我太清理太大意 我们想的那些小鬼 个个身手不凡 尤其是小鱼 他诡计多端 真是防不胜防啊 是吗 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我不知道 可是附近能够 藏身的地方并不多 如果不在附近 应该是在后山 因为那里乱石林立 山路迂回 而且山洞极多 不容易被发现 小鱼 无忌 长春 你们听着 天门门主清灵 已经攻陷邪恶灵 你们想活命 就马上投降 江苏明月 否则写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